雪白的花海搭配壮丽的山景 沿着产业道路前进越往里头走去 景致也就越壮观 仍爱相互注春的西伯梅圆 近一星期来已经涌入上万名游客前来欣赏梅花景致 部落还特地开辟了部落市集 希望能够借由梅圆的发展创造商机 只是人潮与前潮仍然不成比例 议员廖文贤期望工部门能够妥善规划 整合在地资源 打造西伯梅圆未来的愿景 希望我们相公所能够对这个区块 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来争取经费 把这个地方好好的来做一个规划 吸引游客来到自己来消费来之类参观 能够促进我们地方的繁荣 增加我们原住民的收益 梅花卸了之后开始结果 以往梅子都是由工厂大量采购 一公斤七到九块钱 由于经济效益不佳 部分农民开始砍挖梅树 改种其他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 砍挖数十年的梅树 直接破坏土磁生态 近五十公顷的梅圆正逐年递减 这是目前部落面临最大的隐忧 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 它是不会长久 它是一定会淘汰的 光前年跟去年的话 将近有十甲地的梅子 全部被砍挖掉了 那被砍挖掉的时候 潜在性地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五六十年的梅树 你砍掉了之后 间接就相对地球暖化的部分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很难得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赏梅蜜镜 也将近四十几公顷 这个大花圆 其实它一年一年在递减 议员廖文贤指出 要提高梅子产值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设立加工厂 大幅提高梅子经济价值 更可提高果农收益 同时也有赖各界多多选购梅产品 打开更多通路 靠当地用传统的腌制来做成产品 但是这方面还是不够成熟 我希望说能够由乡工所来主导 做梅子的工厂 来成立一个产销班 好好的来辅导我们的村民 来做梅子的促销的工作 任爱翔全盛时期 有近两百公顷的梅树 在地农民辛苦种植的梅圆 虽然每年采收价格低 但是为了吸引赏梅观光客 也愿意继续苦撑着 青梅产业如何出发与转型 地方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辅导 让赏梅热炒为部落带来实质效益 民意新闻洪一伦 任爱翔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